雨林 雨林孕育着地球上最多样的生物 它们五颜六色 生存技能各不相同 在享受雨林里无限资源的同时 也在默默地维护着它的健康 但不是所有生物都生来美丽 海南捕鸟猪俗称黑地老虎 是中国已知最大的蜘蛛 成年猪足斩可达二十公分 相当于成年人的手掌那么大 在小个头的生物圈里 这种体型已经足够可怕 更别提这一身毛衣 和捕食时分泌的毒液 甚至连海南捕鸟猪的幼体 都能捕食其体型两到三倍的猎物 捕鸟猪爱独居 潮湿阴暗的洞穴是它们的最爱 但它们很少自己挖洞 大都喜欢租房住 说到租房 只见一只螃蟹刚刚出洞 这只捕鸟猪便迅速进洞站坑 感觉还行 就住这儿了 它不是唯一一个相中这个隐蔽暗穴的 这只蜗牛和这只冒失的鹅子 都想进洞看看 不知道蜗牛最后怎么样了 鹅子的结局不是很美好 黑暗里的巨兽受到了惊扰 虽然鹅子溜得快 但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被蜘蛛碾上了 但它并没有把这只半死不活的鹅子 拖回洞里吃掉 而是一直折磨它 到断气 倒霉的鹅子 也许它本可以活得更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